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真的不爱了 也应该是先提出分手 再开始新的感情 男人爱面子 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自己 被女人戴了帽子 这是狠损颜面的事情 并不是说女人的骨子里都有背叛的基因 而是有一些女人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造就了她更容易有犯错误的可能与机会 试想想 身边没有一个男性朋友 生活中的圈子也都是贤妻良母 接受的教育也是正统的 这样的女人又怎么可能会伤害男人的爱呢 女人会犯错并不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而是有很多的细节 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她们的不同 尤其是这几种女人最容易给男人戴帽子 男人要小心 一 有好多的男闺蜜 异性之间有没有纯洁的关系 答案自然是有 但是离得越远越好 交流越少越好 人是感情动物 异性况且还相惜 不管你们是以兄妹相称 还是所谓的蓝颜知己 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 一不小心就犯错误了 试想想 当她和你吵架的时候 急需一个肩膀可以依靠 一个胸膛可以倾诉 而她刚好又能安抚她的情绪 久而久之 不管是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 关系总会变为 一个正经女人 单身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男闺蜜 但只要是恋爱了或者结婚了 就应该跟她们保持距离 哪怕拉黑她们也不为过 不避嫌 不守剧 女人越多男闺蜜 给爱人戴帽子就越容易 二 虚荣心太强 见利忘情的 不可否认 每一个女人的骨子里都会有一些虚荣心 适当的虚荣心其实是促进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的方式 但是过度的虚荣心 则很容易让人造成心灵的扭曲 在价值观 道德观上面产生认知的偏差 这也是为了什么 很多没有收入的大学生 为了虚荣心用借钱不顾一切地跳进陷阱 一个女人如果自己没有本事 虚荣心的满足基本上都是通过男人来满足 评价一段感情的好坏 也往往是她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 甚至选择男人 也都是看她有多少钱 这样的女人即便嘴上说得再爱你 也很容易见利忘情 一旦别的男人满足她的虚荣 她就会不假思索地跟别人跑了 三 眼高手低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 人要学会满足 再优秀的男人也会有缺点 爱情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但是在恋家的进程里 也会慢慢地发现对方身上的缺点 聪明的女人懂得将心比心 可以和男人有商有量地一起改变 奔向幸福的彼岸 但有的女人则会把自己之所以越来越不幸福的罪过 推到男人的身上 明明自己也很一般 却要求男人很完美 骨子里认定自己值得更好的 一个女人的心里 一旦有了换一个人的心态 也就离给男人戴帽子不远了 人性是自私的 不是所有女人都愿意陪你吃苦 当她笃定你配不上她 背叛的前夜也就到来了 四 身边有很多异性朋友 而且交往中没有分寸 交朋友这种事情当然是对的 但是和异性好友之间的交往 就特别需要注意了 有一些女人和异性之间打成一片 哪怕是自己恋爱结婚之后 也没有个分寸 经常是一起喝酒玩闹到深夜 这样的女人 其实就是很容易出轨的类型 毕竟男女交往 如果总在一起这么玩 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肢体接触 如果再有酒精的刺激 发生出轨的问题 根本就防不胜防 友谊的纯洁我们不能怀疑 但是还真的有人会破坏这种纯洁 让你感觉到失望 当然我们不能限制自己的妻子 交往其他的朋友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尽量和这样的女人保持距离 或者去了解到她的社交圈 或者是深入到她的社交圈 让自己有个谱之后 再去决定 5.夫妻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女人 在现在社会里 夫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 比比皆是 曾经就有一个美国著名女性杂志 对女性在性生活方面做了一个调查 不止一个女人承认她会嫁给一个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男人 由此可见 性是他们嫁人的理由 当然也会成为他们出轨的理由 6.过度追求浪漫的女人 追求浪漫或许是女人的偏性 但有些女人过度地追求浪漫 追求童话般的生活 并且是不切实际 不与自己所处的环境相结合 整天幻想着被浪漫的爱所包围 尤其是她的男人并不是浪漫之人 她会感觉到生活无谓枯燥 整天郁郁寡欢 如果在这个时候 有讲究情调浪漫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会不顾一切 甚至是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 尤其是经常出入暧昧场所的女人 离出轨往往只有半步之遥了 许多人总是防着爱人周围的花花草草 不让爱人有机会出轨 但有的时候总是防不胜防 当爱人的出轨成为现实时 就意味着她不知道如何珍惜你 婚外情的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多 但是她们的背叛却比男人彻底 一般女人出轨都是因为 自己真心是想和对方在一起 不像男人单纯地为了玩玩 但是不管怎么说 出轨都是不能被原谅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